咱先请婆婆来给我们出题 第一个呢 汪聪来扮演母亲 江老师来扮演父亲 父亲退休之后 没有什么事 在家就天天上网 喜欢直播 她有很多女粉丝 这个时候母亲啊 吃醋了 看小两口 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谁先来 好 傅硕 第一个 好 欢迎各位入场 咱们一键三连 关注点起来 暂点起来 各位 最近有仨粉丝给她嘚瑟的吧 天天服 你们俩快到了没有啊 咱爸妈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你弄咱爸 什么情况 等会儿啊 妈妈 你在干什么 一会儿回来 稍等稍等 爸 我看你在干什么 你问问你爸 这周都干嘛了 你去看看他那绑衣大姐叫什么 儿子 儿子 赶紧回来坐吧 妈妈坐 妈您快坐一下 我坐不下坐不下坐不下 我刚才是我们家打扫卫生的 她刚才都跟粉丝说了 我是他们家打扫卫生的 孩子来了 你这干嘛呢 这是 您是一家之主 你这啥呀 这怎么这么多姐呢 直播呀 直播粉丝东排 一个眼镜 太时尚了 坐 你念念那绑衣大姐叫什么名字 念念 张姐 对吧 张姐温柔的小绵羊 你看看 你给我看看 就那上头那一圈 那一圈 有男的不 你看看 有 就是比例比较少 对 一个都没有 别骗我 我看了一个都没有 都是老太太 不是 我爸现在是站在这个 时尚的最前沿 最前沿 不是所有老头都能直播的 这样 咱让 咱妈说两句 妈你有什么意见 先说 我就这么说吧 那我也播 我也让老头都给我 那个送礼物 我没人看 我跟你说 你们听听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你觉得你妈播有人看吗 太有人看了 为什么呢 谁看呀 刚刚我老公形容的那个温柔小绵羊 我认为是不是咱妈的标签 哎呀 那温柔小绵羊 实际上是个西北大姐 人家卖羊肉的 正在去年春节 那半绅羊 但我觉得我妈就是贼温柔 她当时是不是用温柔 拿下的您 不是 她这脾气弄我一辈子了都 当时你爸追我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当时就是 看见了吗 就这个猙獰的表情 就是我的最爱 咱爸是谁的人 那不是你的人吗 快不是我的人了 我听我妈的意思是 建议您跟女生见面 我听她是这意思的 怎么还能有女生呢 这都是粉丝 我给人家背诗 人家给我羊肉 但是我觉得这没关系吧 是不是 咱见面这个礼尚往来的 确实是应该的 对 我们俩准备一点这个北京的礼品 给人带到西北去 好儿媳妇 您看好不好 好儿媳妇 然后这个带上妈 咱一起吃口饭 还得带上你妈 当然了 那你去不去吧 我就问 我去 你去就不行 人媳妇说了 待着你一块 对 我们一家人一起去 咱四个人 我也去 行不行 带我一块去 对 咱俩一会儿 后摸就去美容院 做一美容 美甲一美上 妈 去不去 是不是PK过她 我还又没假 我不没假 我也PK过她 我替你做个决定 别去了 这个羊肉呢 我俩帮着去去 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可以 咱一家人吃 您看妈 您看这两首发 您哪个可信 最后来听你妈的 对 是不是 让我妈选 是吗 是我选哪个都行吗 绝对的呀 那行吧 我想想吧 我一会儿告诉你们 好嘞 我先做饭去 待会儿我想好 跟你们说 好 停 这个南方的妈妈和小姨 两个人特别的爱美 听说呢 有清断食 两个人呢 就开始减肥 所以呀 饿得是头昏脑胀 几乎快晕过去了 那么小两口看到以后 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妈 您最近太厉害了 我要是能有您这毅力 我都不定得瘦几个四十斤的妈 来 您坐 您坐 姐 您几天没吃了 我怎么会觉得 我越减越肥呢 哎呀 没有 你使这么大的劲 肯定有效果的 姐 我跟你说得坚持啊 我告诉你啊 这是清断食我听人说了 中间一半要是断了 反弹更厉害 是吧 你就坚持了 千万不能咱俩鼓励啊 对呀 我就看你 小姨 你干嘛呢 我妈这样挺好的减啥肥啊 不是 你看你小姨瘦得多好啊 我什么时候 要能瘦得像你小姨 我就不再减了 对 我觉得妈说得太对了 我跟你说 女生瘦了一定漂亮嘛 你必须坚持 减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你看我坚持下来四十斤嘛 你搞快问问她 她是科学的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搞一顿 让你吃一顿 就能瘦五斤的减脂餐 那我也吃 对 一顿饭就能瘦五斤 那我们就不用断食了 不用断食 可以边吃边瘦的 边瘦上说了吧 我就是 我绝对不能吃 晚饭一定要吃 晚饭不吃怎么促进新陈代谢啊 怎么瘦下来的 我们一定要新陈代谢得越快 我们瘦得越快 你跟我介绍介绍 那减脂餐都是啥 妈 我跟你说 咱东北的爱吃苞米吧 爱吃地瓜吧 爱吃紫薯吧 对 都是减脂餐 那都是我爱吃的 对啊 那有肉不啊 那不是油淀粉吗 那是优质碳水 如果不吃碳水会掉头发的吗 我说呢 我们俩这怎么 天哪 这头发发掉啊 那一天三顿都能吃吗 都可以吃 妈小爷胎会做 真的 对 哎呀 儿子 是不是 我感谢你给我娶个好媳妇 尝尝她的手艺是不是 好好好 妈 我去跟你说 这一周你就跟着我吃 一日三餐我都给你做现成的 媳妇啊 这事就交给你了 我和你小姨的健康 减肥就交给你了 就交给我了 一日三餐就交给我了 边吃边瘦 咱们一起健康美美的 好的 男嘉宾的邻居老江头 和他的爸爸杨帆 爱上了钓鱼 而且呢是夜钓 还有野钓 一晚上都不回来 家人会惦记的 所以呢 怎么劝呢 哎呀 这地儿这怎么都坏了 这能行吗 劲儿太大了呀 那天我啪一甩 但你这是找专业地儿修的吗 我这不拿过来给你看看吗 咱得修好了 今晚才去呢 我又找一好地儿 还是咱们那个约定的时间 咱对 半夜三点半 半夜三点半 别吵着孩子啊 不告诉他们 少要他们老拦着咱们 对对对 那个爸 你俩捞傻的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把啥武器都带过 鱼竿嘛这不是 这这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你俩这是要去哪啊 乌鲁 慢点 藏点 这不是鱼竿 谁说是鱼竿 我跟你姜叔叔最近练猴戏呢 是金箍棒 猴呢 咱俩谁是猴 我牛魔王 那我是猴 这晚上不在家待 你们刚刚说的啥来着 我们是打算陈列 我们刚听的是这个不是这个吧 不是我们在外边听着了的 孩子都知道了咱就承认呗 到底干嘛去 儿子 跟你爸 我们半夜去钓鱼 也钓 也钓 而且是为了你们好啊 为我们好啊 怎么是为我们好呢 这不是快要孩子了吗 听说 我得钓着给咱媳妇独步身子呀 但是这个太危险了 你说这鱼竿 钓鱼有什么可危险 太危险了是吧 这肝都坏了 肝坏了儿子你说怎么办 想给买新的 这个鱼竿我们可以买 买好的 但是有一个小要求 什么要求 跟你们商量商量 咱能不能白天钓鱼啊 你们年轻人不懂我们老年人哪 就到了这个岁数 身体啊精力啊都不像你们 也没有那么多的乐趣 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 也不会上娃 我和你姜叔找到这么一个 夜间的爱好多不容易啊 要不然我们两个都颓废了 这样爸说 就能死了 你爱吃什么鱼 他买他能做 你晚上不是怕无聊没节目吗 他会唱歌 来一曲 是啊 你说咱们这能说会唱的 还有乐器 在家里咱们去联欢 是吧 唱起来跳起来 再就是广场舞 有那么多大妈呢 女儿媳妇还有这本事呢 认识不少大妈呢 认识不少大妈 我这在老年大学做声乐教学 我的大妈唱得好跳得好 你就别考虑了 跟你没什么关系 给我介绍一下 给你相处介绍一下 没问题 就是包我身上 好嘞 那咱晚上不钓鱼了 行吗 你这不应该钓鱼了 你都单身那么多年了 听咱儿媳妇的话 好不好 你下入到群体当中 我去钓 你也别钓了行吗 咱们也钓其实非常的危险 那不钓鱼 咱们改跳舞了 行吧 我先认识几个大姐姐再说 好不好 今天这事归你了 我这单身好多年了 我这单身好多年了 可以 没问题 我这单身好多年了 好 停 杨帆 杨骗子 看中了 男嘉宾的妈妈 黄妈妈 想把她推荐成为 老年协会的形象大使 眼看着黄妈妈就要上当受骗了 儿女们出现了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请问是黄小姐家吗 没有黄小姐 有黄大妈 黄姐姐家吗 对 你是谁 我就是那个星探公司的经纪人 小杨 就是刚才是不是 我之前跟你联系过 打电话的那个 你能开一下门吗 你是刚才给我打电话 对 说让我当形象大使的那个吗 对 太好了 黄小姐 你比照片上看得还年轻 谢谢 小杨 我不知道咱俩谁大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你应该叫我 黄阿姨 不可能 真是太荣幸了 你们为什么选中我来当形象大使呢 你这话说得我不是很开心 为什么 我觉得能够签您 那是我们公希的荣幸 你说得我都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我觉得您就是为了作为形象代言人而存在的 真的 我们这个合同您要不要先看一下 合同呢 妈 我们来了 你等会我们签完约再给你开门了 里面那男人是谁啊 行 等一下 没事 没事 黄姐 黄姐 您走 我去 你这合同我也看不懂啊 你谁啊 我发现我儿子 我儿子 儿媳妇 不是 真的是 快来快来快来 咱们家来的客人 那都是一家人了 妈这是谁啊 这是远道来的客人 朋友啊 有名片吗 这个是我的名片 请看一下 你看看 国际广告公希 CEO DHU大忽悠 你看看儿媳妇 她们要跟我签合同 每个月还有六千块钱的工资呢 她们想让我当老年协会的形象大使 真的 那好啊 我想跟你妈妈呢 跟你妈咪谈一个合作 让她成为我们这个形象的代言人 是你这个名字的大忽悠合作吗 这是我们的公希 我姓小 妈 她需要你干啥 她需要我 给我们要拍摄一系列的广告片 然后呢 再拍一些形象宣传照 妈 你从我们节目 这个我跟张素 卫视和都市 你还没拍够呀 你都是代言人了 在咱频道 你们那个也不给我钱呢 所以呢 这个事情请你们放心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健康的一个 就是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个合同呢 你们也不用太仔细看 下面 你就看上面六千块钱 不行 我们得好好看看 我想问一下 咱们有啥要求吗 要求很简单 就是先交五万块钱的这个押金 因为我们怕 就是我们付了款之后 它不配和我们拍摄 那没问题 一个月六千块钱工资 一年就六万的 我才交五万块钱押金 一年之后我们这个五万块钱 会返还给你的 那什么时候签合同 现在就很方便吗 行 那签了合同是不是 我就得给你押金吗 还能把笔拿过来吧 咱们这个合同上 怎么没写具体内容啊 什么都没有 你看这单位工章也没有 然后让我妈以后干嘛也没写 这个我们可以后补了 只有钱 后补 后补不太行吧 你看我妈要是签了字 盖了章的话 印了手戳 这可就生效了 你到时候后补什么东西 我们哪知道啊 而且这合同应该一时两分呢 您怎么就带移动啊 你好好看看 这上面什么都没写 怎么的 这上边有问题吗 您坐 您坐 您别着急 我知道 你是不信任我吗 您坐 您坐 我长得很像骗戟嘛 倒是有那么一点 反悔 这个合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我就看见后边那个 易经签约 不允许反悔 小姑娘 你是明世里的人 五万块钱买不了稀亏 买不了上当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搜一搜咱公司名 想加个好友是吗 一会儿的 好 大忽悠 妈 你看 真有他们公司 你看张苏 真有他们公司 这注册公司咱才几天啊 咱才几天啊 咱才几天啊 注册公司 我们是个新公司 不是 您刚才不是说 咱们已经培养出好多艺人了吗 像我妈这样的 对啊 这有点对不上呀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自面意思 你这个人怎么 自面意思 你这个人怎么 自面意思 你儿子还是派出所的呢 派 喂 Tony啊 王姐来了是吗 不好意思 我先去接待一下王姐 好吗 您这就走了 您这就走了 不要不要 妈 你看 我们电视节目来了 我刚想跟您说呢 我们今天采访了一个 大爷和大妈 他们呢就是遇到了 像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那不是咱家邻居王大妈吗 可不嘛 我正想回来跟您说呢 但是你说这骗子都已经到家了 咱也不能采取应急手段呢 妈 多长个心 你俩回来得太及时了 要不妈今天也上当受骗了 卡 四个情景考验 其实要看四位 在面临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 他的应变能力 以及和我们男生的配合 我看陈教授 也一直在观察他们的表现 能不能先请陈教授分享一下 赵欣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处理方式 对外解决问题 那么这种风格呢 体现着赵欣有很强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 主动担当 非常值得点赞 谢谢 周婷在处理的时候 给人一种情理交融的感觉 就是既讲道理又很温柔 又以情感人 最好的有效沟通 要点不是在说 而是在倾听 小焦呢 风格上呢是非常科学性的 很快地在婆婆和小姨身前 建立了一种专家形象 富硕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体现出一种很强的女性自信 如果说你们将来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 富硕会非常有自信 不会太管你的 会计计 accordingly Sep 可以